HELLO,大家好,我是JOE Cup of Joe的JOE 一杯咖啡的意思 因為很多朋友叫我咖啡哥 所以說我叫JOE 今天呢我給大家帶來一個視頻呢 是教大家如何做手沖咖啡 因為上一次的那個視頻呢 我是教大家如何去煮美式滴滴雞的咖啡 然後今天呢我們就教大家如何去做一杯手沖的咖啡 然後今天呢也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家庭的製作方法 就是在沒有秤的情況下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我發現大部分 很多咖啡店他們在家裡買了這種手沖的器具 但是我問他有沒有秤 他說沒有秤 因為秤,好的秤又比較貴 然後一般的秤呢他們又不想買 所以說呢這次呢我們是演示一個 是不用秤去做的一款手沖 不用秤來做手沖咖啡 那首先手沖咖啡呢我們需要有個 一個湖,一個分享湖 這個呢也可以用普通的馬克杯來代替 然後呢關鍵是要有一個濾杯 那麼我今天用的這個濾杯呢 是一個中心有個大圓孔的錐形濾杯 因為我很喜歡用這種濾杯呢 它的下水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它這個裡孔比較大,下水速度比較快 而且這個濾杯呢它是有兩個 有兩個記號 那麼我一般是,如果在沒有秤的情況下呢 我是把粉填到這一層 這裡有一條線 你能夠很清楚的看到 然後把填到這一層的時候呢 基本上說明我們的粉大概有15克左右 然後這條線呢我一般秤 就是這個濾杯會叫做一個注水線 那我沒有秤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知道這多少水呢 我一般就是沖三次 第一次沖把水沖到這裡 這條線這裡 然後第二次沖呢 也把它沖到這條線裡 等它下面滴下去以後 再沖一遍 沖三次以後 其實剛好差不多就是 我們需要的一個水量 好,這水已經燒開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然後一定要有濾紙哦 因為去幫助你去過濾咖啡渣 然後把濾紙折疊一下 放到濾杯裡 這樣稍微折疊一下 讓它能比較能夠貼合這個濾杯的圓形 然後把它放進去 一般像我們用這種白色的這種濾紙呢 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用水沖刷 因為它沒有太大的這個紙的味道 當然了,如果你嫌棄有紙的味道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開水沖刷一遍 把一些紙的味道給刷掉 然後再把濾杯的這種沖刷過的水再倒掉 好,然後我們去填這個咖啡粉 我們把咖啡粉填到這個層 可能有一條硬 我們貼到這條線為止 基本上就在15克左右 好,這是新鮮現磨的咖啡粉哦 做水沖咖啡一定要用現磨的咖啡 這樣的話味道會非常好 好,差不多 再加一丟丟 看看有沒有倒這個線 好,從我這個角度 從這個角度看 應該是剛好到這個線了 到這個冷硬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咖啡大概在15克左右 好,這邊是一個手沖壺 我們最好呢 是用一個手沖壺 帶這樣一個細嘴的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在沖住這個水的時候呢 它的流速不會太快 不會一下子就沖完了 因為我們希望沖煮咖啡的時間呢 是在1分半到15克咖啡粉的話 我們希望沖煮時間在1分半到2分半之間吧 就是不希望它沖得太快 可能如果是用那種 如果是用這個開水壺沖的話 那我可能30秒就沖完了 對不對 好,就是剛燒開的開水 然後倒到這個手沖壺裡 所以 因為這個手沖壺是常溫的這個狀態 所以當開水倒進去以後 這個溫度可能大概在90度左右 90度92度左右 這剛好是符合沖咖啡的溫度 好,我們第一下先把 我們剛剛我說過的 我們要澆三次對不對 從三次水到這條線 第二條這個 這個這條線的痕跡 我們開始沖 我們開始繞 就盡量去繞圈圈沖它 誒 好 這是第一遍 我們稍微等它一下 等這個水下去以後呢 我們再沖第二遍 好香啊 因為這款豆子呢 是我前天烘的一款日曬的雲南咖啡 所以說它的這個 嗯 就很有水果的香氣 好了 現在它已經沖下去了第一次 然後我們再沖第二遍 轉個小圈圈 注意這個水流呢 你不需要 沖到它的壁 就在中間圍繞大概 一塊錢這個硬幣 這麼大在中間沖就行了 因為不要沖得太邊緣 因為太邊緣的話 這個水流呢 會通過這個 四周穿透過去 所以說這樣的話 咖啡粉的萃取呢 會不太均勻 好 第二遍也快結束了 好 我們開始沖第三遍 最後一遍 OK Alright 基本上三次沖完以後呢 基本上這杯咖啡 等它全部去滴滴完以後呢 這杯咖啡就製作完成了 準備好杯子去喝咖啡 然後這個杯子呢 會帶一個小碟子 可以把這個濾杯呢 放到這個小碟子上 因為它的咖啡粉中呢 還會含有水分 所以說會有滴滴到桌子上面 會把桌子弄髒 所以最好有個碟子呀 或者是杯子來盛放 來放這個濾杯 好嘞 第一碗結束 然後現在就剩下享受咖啡的時候咯 嗯 先聞一下香氣 是不是很棒 好 我們來先品嘗一下 嗯 有一種 黑色的那種莓果的味道 嗯 非常棒 剛剛好 可能說稍微有一點點淡 稍微有一點點淡 但是呢 嗯 我覺得應該對大部分人的消費者 如果是新手的話 在家裡使用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剛剛好 嗯 當然了 如果你覺得有點淡的話 那下一次的時候呢 你的咖啡粉呢 就是你覺得有點淡的話 你咖啡粉可以多放一丟丟 或者說 你咖啡粉還是保持這個 這個條線 然後呢 你的這個沖的水呢 可能少沖一點點 這樣的話 可能就濃度就會比較高了 但關鍵是 你的沖煮的時間 一定要控制在 嗯 建議在1分30秒到2分半之間吧 就不要太長 不要太短 因為如果太短的話 它會 嗯 不是很好喝 因為可能會比較酸 時間太長呢 它可能會比較苦 而且會很乾澀 因為它時間浸泡的時間太長 我咖啡裡面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要想把它萃取出來 因為咖啡裡面 可能還有些鮮蕾的物質啊 還有這些不容易萃取的物質 然後被萃取出來以後 其實在口腔裡的感覺 是比較乾乾的 就你喝完以後 一杯咖啡 你會突然覺得 嗯好乾 想繼續喝再喝水 就說明可能 你的咖啡有一點點不脆咯 但是 也不太 沒有太大關係 如果你加入牛奶以後 這個味道會稍微也會中和一點 所以說也不用太在意 但是 現在是早上 九點二十 陽光非常好 喝一杯手中咖啡 真的是很愜意哦 如果還有一個朋友的話 一人一杯 來聊天 一個愉快的 早上 豈不是很享受 謝謝 然後下一期呢 我會給大家去介紹一些 如何用秤 就是我們用秤 再製作一遍水中咖啡 那麼有秤的情況下呢 那我們很多的步驟 就要更精細 但是呢 出來的咖啡的味道呢 也會更好 好我們下期再見哦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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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